大家好,我是布谷 今天咱也来蹭个热度 最近佳能官方发布了新相机R3 其中有包括眼控对焦功能 其实这眼控对焦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 我在20多年前就用过眼控对焦 顺便也跟大家聊聊我买几个胶片相机的经历 我使用的眼控对焦相机是EOS50E 是我的第二台相机 我刚开始接触摄影是在90年代初 因为父亲和哥哥都喜欢摄影 到家就聊摄影 也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出去拍拍 开始没有自己的相机 就用我爸的老的苏联和东德的手动相机 95年买了自己的相机 当时佳能U45非常的盛行 如果想买相机 你要是请教什么摄影家协会的人 或者什么报社的记者 多半都会这么给你推荐 买相机?U45啊 呵!八千分之一秒的快门 每秒五张连拍 五点对焦 对了,还有眼控对焦 说得你热血沸腾呢 说起这眼控对焦啊 就必须得说说这佳能那段 U45的电视广告 印象特别深刻 可惜现在录像找不到 没办法 只能听我给你来描述一下 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下情人在火车站送别的场景 绿皮火车 烟雾缭绕的站台 一个女孩站在车厢门口 EOS5的取景器里有着完美的构图 对焦在女孩脸上 长长的列车的延伸线 这时候呢 远处走了一个时髦的红衣女子 拍照人偷看靓女一眼 得,马上焦点就对到靓女身上了 咔嚓 但当时呢 EOS5的售价得8000多块人民币 远远超过我的预算 而且呢 当时我对摄影还没入门 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所以呢 也就听哥哥的建议 就进了个入门级的机身和镜头 买了个EOS5500 加上28到80 还有75到300两只狗头 好像也就EOS5一半的价钱吧 使用起来觉得特别的顺手 刚买了相机呢 就正赶上公司开年会 当时对相机还不太熟悉呢 就给同事拍了一大堆照片 还得到一致的好评 把那些傻瓜相机都给毙了 心里特高兴 对焦比起手动相机 那真是天壤之别 有一次和父亲去小公园拍照 看见两个小姑娘骑独轮车 我拍了两张 全是清晰的 我爸拍了三四张 大概也就一张还凑合吧 玩了一阵子呢 觉得一个机身配两个镜头 换镜头太麻烦 就又进了一个EOS50e 比起500呢 功能是强了不少 而且有眼控对焦 当时EOS50e和50e上的眼控对焦呢 都只有水平方向 竖拍的时候是不行的 记得50e相机晃动起来呢 好像机身里有 会有点发的声音 据说这就是眼控对焦机构造成的 不知道里边什么结构 使用前呢 要让相机认识使用者的眼睛 设定的时候要盯着取景器看一会儿 使用起来还挺不错 还曾经用它拍过公司的足球赛 当时外企公司有足球队 漂亮整齐的队服 还有教练 有一次约了一个 另外一个外企公司 在东丹体育场比赛 有裁判 一场拍了三四个卷 公司都给报销的 洗照片的时候 人家还问呢 我靠 这什么队啊 还有外援呢 其实就是公司外籍员工 踢的可就这么着 到了98年 EOS3登场 EOS5停产了 大幅度降价处理 趁机呢 就进了一个不带眼控的EOS5 价钱还不到4000人民币 比当时买EOS50亿 还便宜了几百块 EOS5使用感觉 还是胜过50亿 尤其是在测光和对焦上 后来呢 就带着这个 EOS5奔赴了新大陆 然后到了02年又开始 进入了数码 数码单反 预知后市如何 和窃听下回分解 谢谢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